小小的电吹风是怎样引发火灾的呢 此时 王楠正在拆解一个刚买回来的合格电吹风 准备用实验破解这个秘密 电吹风是我们最常用到的小家电 有些人几乎每天都会用电吹风来给头发做造型 在生活中 有的人不注意对电吹风进行除尘清理 而这些行为的背后是否隐藏着不为人知的隐患呢 虽然电吹风的规格和功率大小不一 但内在结构大体相同 主要由一组电热丝和一个小风扇组成 电源打开后 风液旋转 空气从后部进风口吸入 形成的离心气流再由风筒前嘴吹出 如果电热丝已经通电变热 那么吹出的就是热风 而能够散发高热量的电热丝 如果碰到易燃物就会引发着火事故 在生活中 我们用电吹风给头发做造型时 有时候会把电吹风直接贴到头发上 如果不小心头发进入了电吹风内部 碰到高温的电热丝会不会发生危险呢 你搅一块 可能这样直接给它搁在里边 做一个相对极端一点的实验 这个进去了以后 对 它会产生什么结果 验证者用热相仪对准电吹风 画面中显示最红的地方就是温度最高的部位 电吹风的前部已经超过了100摄氏度 油不焦了 翻平了 油不焦了 其实你看它还是有烟的 对 但是 由于电吹风的前头是出风口 所以一般在运行的过程中 头发并不会直接从前面进入内部 而通常在家或理发店里 摆放电吹风的地方 有可能到处散落着碎发 这些散落的头发 很有可能在电吹风没有运行的时候 不小心进入其内部 电热丝位于电吹风的前部 超高的温度能够导致易燃物燃烧 所以在日常生活中 一定要防止碎发碎纸等等易燃物体 不小心进入电吹风内部 避免事故的发生 电吹风主要是由前面的电热丝提供温度 后面的风液不停转动 这样就会吹出热风 另外 流动的空气 也保证了电热丝的热量能够及时发散 不会引燃塑料外壳 而我们在给头发做造型的时候 有时会把发胶或定型喷雾打到头发上 然后再用电吹风烘干 达到很好的定型效果 那么 如果因为使用时间过长 发胶 灰尘堆积 会将电吹风后部进风口堵塞 而人们又没有及时清理 造成吹风机内部通风不畅 也会导致危险的发生 王楠决定模拟一下吹风机后部进风口 被堵塞的情景 那你这用保鲜膜封住 封几层 然后一层气就够 我觉得一层就已经足够地隔绝住空气了 它这会升温 对 我把手套拿着 尽量安全 你给我吧 我拿着 行 那我还是扯温度吧 对 开始了啊 咱们先去正面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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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已经咱们不用测温了 哎呦 出火了 出火了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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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傻了吧 刚打开电源 被保鲜膜堵住后面进风口的电吹风 就开始冒烟 紧接着就变成了一个火焰喷射器 咱们日常生活中这个吹风机后边的灰尘堆积 或者是这发胶堆积给它护住了 那这个绝对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物操作了 所以说就不是吹风机了 它成火焰喷射器了 在我们平常用完电吹风收线的时候 经常会在底部随便一缠就放到一边 时间长了就容易造成电线外皮磨损 那么这种收线方式同样也埋下了危险的隐患 我一般就把它裹在这个线上 就这么纯啊 那可老这么用 老用这块可就老化 容易就容易漏出来了 就是容易破了 咱给它做一个极端的 就比如老化的挺厉害 咱们把两个线的外皮 咱们做给它剥掉 两个线都漏出来了以后 吹头的时候再动 这个线比如拧了 拧了两个线就搭上了 搭上的时候就非常危险 咱们这样 咱们一秒 这就有可能是大烈了 小心小心 你站人呢 小心小心 通过高速摄影我们可以看到 裸露在外的火线和灵线 在接触的一瞬间就引发了短路 对于使用者来说 长时间错误的收线行为 很容易导致同一个位置的电线外皮 发生磨损 在使用时 一个不经意的动作 就可能让裸露的火线和灵线发生搭连 造成短路引发着火 其实就是咱们正常的时候 一定不要收线的时候这么收死 每次都这么收死了以后 橡胶老化了 我再也不这么收线了 通过一系列的实验往南发现 电吹风前部接触易燃物 以及前后出风口被衣物灰尘等堵塞 造成其内部的通风补偿 都会引发着火 因此头发不慎的落入 不及时清理后部灰尘等行为 都可能会引起火灾的发生 而不合理的收线方式 容易造成线路磨损老化 也是人们经常容易忽略的问题 一旦发生意外 人就有发生触电 或被烧伤危险的可能